前面的黃隊是已經領先了 黃隊跟藍帶有一個龍頭距離 黃隊要衝上來了 但是黃隊 善先龍頭終點 你輸了嗎 沒有 從台起來 不要每次一失敗就在悶悶不樂幹嘛 你是要穩贏的嗎 沒有 讓人家看到你們鬥志嘛 可以嗎 可以 還有一趟 可以 從這一集開始 三隊都加入了 勝利軍 黃隊 敖犬 藍隊 潘君倫 紅隊 曹佑寧 前三季 我的前棒棒堂的隊員 小潔 王子 小鈺都有來嘛 我們也會定期聚會 聚會的百分之七八十的話題 會圍繞在他們參加這個節目的過程 我得到的資訊呢 大部分是累 但是好玩的 聽起來是好玩的 那我就覺得自己到了一個年紀的一個轉折點 也就用一種新的心態去面對這個挑戰 從現在開始 注意聽我口令 不要想其他有的沒有的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就注意聽我的口令 準備開始就要動囉 好 開始 轉住 硬挺 好 轉住好 加油 轉住在自己身上就好囉 彼此身上 隊友身上 好 聽到 冰箱水 注意喔 來囉 準備好了啦 穩定喔 準備囉 各位 要站囉 穩定囉 GO 完成 單隊 單隊 第一趟 1 比賽 3 4 5 3 2 1 3 5 1 2 7 8 6 7 打開起來 紅隊這個藍隊是不上上下 1 2 7 8 2 7 紅隊的節奏感覺比較好 GO 3 GO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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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2 5 2 5 5 5 3 2 1 1 打開 3 目前黃隊是已經領先了 黃隊跟藍隊有一個龍龍的距離 黃隊要衝上來了 但是紅隊 上線紅的重點 7 7 記得是兩趟的加走 好 好不好 所以不要去想剛剛發生什麼的事情 繼續把努力做到最好 你輸了嗎 沒有 從他一起來 不要每次一失敗就在悶悶不樂 幹嘛 你是要穩贏的嗎 沒有啊 讓人家看到你們鬥志嘛 可以嗎 可以 還有一趟 好 比加走 這趟給人家5秒啊 好 對不對 對 比完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結束喔 各位 今天還沒有結束喔 專注一點 好 龍舟團賽第一趟滑彎之後呢 黃隊的成績是44秒44 藍隊的成績是43秒76 紅隊是43秒18 紅隊是領先藍隊的0秒58時間 預備 預備 1 2 2 第2趟的比賽開始了 我不好意思 現在這要摸好大 2 3 4 5 10 1 8 9 3 1 2 1 2 1 2 3 2 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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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加油 掌聲 打開 開始了 開始了 3 2 5 3 紅隊目前還是領先了 黃隊跟藍隊 稍受一個龍頭的距離 目前的藍隊 漸漸都要對上紅隊了 藍隊先練後來居上的態勢 現在終點就在前方了 中間的紅隊 還是紅隊 下一期通過終點 領先了一個龍的鼻子的長度 能力長接近了 秒數超近的 來 我們來報一下成績 黃隊 1分28秒 7 2 藍隊 1分27秒 6 3 紅隊 1分26秒 8 3 進來 來 過來 好累喔 好累喔 沒有白眉 真的 真的 我有 小嫂 謝謝你 第一賽手打碰 沒有沒有 大家 大家 是大家 對 是 好累喔 這個歡迎你 這個歡迎 你也自己拿出來 你也是自己孵出來的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好累喔 好累喔 這次很厲害 大東西 對不對 下雨 颱風天 我們也在玩 對不對 結果就不是我們要的 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練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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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喔 來 逸婷來聊一下 在龍舟比賽有沒有讓你覺得 要點他出來分享的選手 一定有啊 當然就是這次重磅回歸的曹祐寧 好 小嫂來跟大家聊一下 來重磅回歸之後的第一場比賽 就這麼硬 而且你還在領獎者的位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上一次第二季划船的時候 我是第二場 那這一次回來是當頭獎 其實還是會有點壓力 對 那其實龍舟在全明星裡面是一個 我覺得是最辛苦的項目 對 然後其實三隊都非常辛苦 每天都很早起來就在訓練 對 然後 也要謝謝教練們給我們的鞋子 對 然後我很開心就是 加入紅隊 然後紅隊給我這麼棒的禮物 好 太棒了 這邊也是要訪問一下淺姐 因為藍隊 不管是在第一趟或是第二趟 其實都真的追得很近 贏的就是差了這麼一點點 我覺得我們今天比較 而且我說 藍隊最後只差一個龍的鼻子 等一個距離 一個龍舌頭的距離而已 因為我們這一艘船的鼻子 就是加油的鼻子 比較尖一點 好厲害 對 我覺得今天藍隊其實滑得不錯 但我覺得起步都稍微 我覺得稍微慢了一點 但我覺得後段 第二段的再加速度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做得 真的滿好 有 後段加速真的有看到 是 龍舟項目獲勝的是紅隊 謝謝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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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